本所于5月12号接获民众报案,声称于网路接收到猴子买卖资讯,经与卖家联系后,卖家声称为猴子买卖办理养育登记与施打预防针,需缴交一笔费用。 买家交付款项后,黄贤便不再回复,民众才惊觉受编。 警方通知黄贤道案说明,全案已含送台南递检。 有关记者媒体询问黄贤是否为林非凡之好友,警方并不清楚,与黄贤与民众之警循移入意味提及。